五颜六色的气球飞满天 小朋友的童年总少不了缤纷气球的陪伴 不过近年来环保意识抬头 不少地区开始禁用塑料制品 最近美国罗德岛州内的一座小镇 不但通过禁用一次性塑胶带的法条 其中更认为气球尤其会对环境造成伤害 因此集体通过气球禁令 侵法生效后违法贩售使用者将被开罚200美元 通过这项法案的官员表示 不少气球最后会落入海中 而塑胶制的气球无法分解 不仅会被海洋生物物食 虫的岸边也有可能会对其他动物造成危害 久而久之对环境有很大的影响 其实现在有很多地区都意识到 气球对环境的危害 不只是美国这个小镇 就连澳洲也有禁用气球的计划 而这也代表未来可能会有越来越多的国家 走向无气球的生活环境 新闻时事报更有如整理报导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